我们这里要来吃我的鸭子 鸭牌对牌很容易 紧坡老牌酱母鸭 这里面都是鸭子吗 是鸭子 你们是第一家 我们第一家 前头在以前单红一家 我看一下什么样的 你看我们还散过舌尖算生活 你们还散过舌尖的是吧 尝一尝 这多少钱一份 一百块 一百块 我能不能看一下什么样的吗 可以我开给你看看 好的 哇这么大一只 我一个人应该半只可以吗 没有半只只有一只是吧 找只小的 不浪费我们 来一份来一份尝尝 我是随便找了一家 确实是第一家 43年老子 始于1981年 这么多牌子 你看我小小的 以前每次接单我一家 现在五六家了 卖每人我一家的 大家吃里面坐啊 里面坐 这边以前是叫美食街 我看一下你怎么烧 怎么烧 实在就是这样 就这样直接吃是吧 整的啊 这是什么鸭 翻鸭 翻鸭 刚刚这个老板把盖子一开 姜味特别重 吃我的姜母鸭 那么多人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我就怕吃到不正宗的 尽忠 尽忠 就是最尽忠的 你看我们这么多牌子啊 一共就五张桌子 44年 44年 明年就44年 过节的时候要排队 排场队 那今天我们来得巧 对对人都没有人 就是我要排队 哦 我讲讲不准 哈哈哈 普通话讲不好 哈哈哈 一天大概能卖多少只鸭子啊 最好三百多 三百多只啊 三百 我们今年卖了三百八十个 最多的 就是放假的时候 对对 平时是没有 平时一百多个 几十个 这一只鸭子大概要说多久 就是从生的到熟的 两个小时 哦那还好啊 两个小时你才十二个锅啊 我们被喂一个厂里面的煮 哦还有地方 一个加工厂的 这一只鸭子大概有多重啊 两三斤 哦那还好 左右左右 哪一只是我的 我挑 挑一只好的啊 哈哈哈 小姑娘你也吃酱母鸭啊 他一个哥哥九岁就吃了一锅了 想吃一个地方 他是不会吃的 他不吃 他要吃我很爱吃的 哦 他哥哥一人就能吃一只 九岁的小孩吃一只 吃一锅 哇厉害 我们六个 我六个生子拿两个不够吃 哦 六个生子 六个生子都喜欢吃酱母鸭 嗯 哇这个颜色很漂亮啊 是要把卤子炖干嘛 嗯 这个给我 好的 看这个 看这个砂锅有连头啊 哈哈哈哈 我们在这边煮好 再来这边加热 哦 懂这个意思吗 要把它卤收干吗 不要 不用啊 不要 我们就是要有一点汤汁 汤汁的好吃 闽南这边 它各家的加母鸭都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鸭也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进中环鸭的 哦 大妈你应该有六十了吧 我啊 我六十五了 六十五了啊 六十五那就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做的 我还没有结婚就做到现在了 没结婚就做了 没有 没有生小孩子 现在做到现在就当奶奶了 当奶奶还在做 奶奶还在做啊 哎这下子是什么 香油 香油哦 过去又不回来 二女儿是母亲的主要帮手的 看一下大妈真的是三年十劳 哎呦 那看来今天我们来对地方了 她吃二十三家 啊 这家最好吃 最好吃的 来找我拍 不要脸义拍 哦 这是我的是吧 对啊 好的 哇好香啊 就可以吃了啊 哇漂亮漂亮 要吃米饭吗 哦不用 这么大只鸭子吃不下饭了 全州的特色菜 酱母鸭 景泊饮食店创始于公元1921年 那是我们的秘方 啊 就你们的秘方是1921年 这个店是81年 不是这个店是2000年来这里开的 1981年是在别的地方开的 哦 哦他们还是中华名小吃 小酒在手 美食我有 吃美食一定要整一半 哎呀 看他这个姜母鸭的味道 迫不及待了 我们看他这个酥烂脱骨 你看 哦 鸭肉炖的微微发红 咱再解释一下什么叫翻鸭 就是羊鸭子 哦 上生意了 轻轻一提 肉就没有了 就是骨头出来了 太酥烂了 肉非常辣 一点都不柴 姜味也很重 来点汤尝一尝 哦 下面垫的 看一下 都是葱姜 葱姜片 就有一点喝那个咸姜茶的感觉 哇 暖胃 这个卤子 虽然姜味很重 但是我估计 泡饭应该很好吃 很鲜 来全都之前 我也研究过 这姜母鸭 就发现一个问题 每家都不一样 有的人家是 白颜色的 里面不放酱油 汤黄黄的 吃肉加喝汤 有的人是 全部上桌之前给你 把它全部分割碎掉 然后卤子收干 再一点那个焦焦的感觉 这边又不一样了 介于两者是煎 鸭肉本来就比鸡肉要烂一点 它这个谱子本来就不柴 再做得这么酥烂 连鸭脯肉都可以说入口即化 应该是每桌必点的姜母鸭 下面很多生姜 看上去浓油吃酱 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咸 我们没有看到它怎么制作的 因为这边过来都是烧好的 热一下 加香油就行 其实我估计应该是生姜 然后米酒 有点糖 应该还有点酱油 鸭头 轻轻一堵都要散了 很烂 有一种说法是 姜母鸭是泉州这边发明的 然后慢慢扩散到整个闽南地区 就剩一点骨头和生姜了 刚老母娘说他9岁的小孙子 就能吃这一只姜母鸭 我还没相信 但是我自己吃了以后发现 其实没多少 去掉骨头跟生姜 我这会儿应该也就是半饱 我估计应该有泉州的朋友 能刷到这条视频 大家说一下 这叫紧脱姜母鸭 是不是泉州的老店呢 走一个 老板是多少钱 110 110 好的 谢谢啊 吃完了 基本吃完了 没什么肉了 挺好吃的 嗯